现在模型看起来相当典雅 走精品小宅路线 主打能眺望大安森林公园 每瓶开价150到180万 总销量20亿元 去年一推出短短几个月就完销 建商就是红浦建设 周五召开股东会 东上断金华信心喊话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未来三年跟五年 我们的业绩跟我们的竞争力 应该在同行之间 还是会处于相当不错的 红浦去年推出建案 业绩表现不错 去年营收达50亿 税后经历也有近15亿 年增率快三成 现金股利就发了2.6块钱 第一季获利纯益近10亿元 占据营建股获利亡 最快时机大概是过去了 但现在如果说是要展现好的 一个方向 可能就是政府的政策 六月即将召开央行李监事会 外界猜测有机会四度降息 让建商纷纷按赞 央行降息的话就是说 你营运上面产生的 这些借贷 就是开发商产的 借贷的成本也会降低 房市乱清 建商哀鸿遍野 但是还是有营建股 带头充营收 拼谷底翻转 三立新闻 真一龙 邱子银泰报道 这就演出信号 接下来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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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